角色情緒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 反正就是歷經一些風霜 然後現在在輸醉 還蠻好喘喔 真的喔 五位視線看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來中間看右喔 好 視線看向右手邊 好 五位視線看向左下角的攝影機 來來來 謝謝 謝謝各家媒體高度關注 謝謝 這戲裡面應該情緒起伏相當大對不對 怎麼樣揣摩這一次的角色 函結感覺你要起雞的時候有那些戲 拍了嗎 大部分拍 但角色情緒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 反正就是歷經一些風霜 然後現在也在輸醉 還蠻好揣摩 真的喔 真的喔 這粉色啊 還蠻像的 但應該有哪一場戲 特別難忘了吧 對不對 現在拍到可以稍微講一下 柔大的節目到什麼樣的狀態 不要劇透的狀況下 我不知道我很容易講錯話 所以 我覺得打戲吧 我已經五六年沒拍打戲了 上次是 都沒上映 所以 對不起 我是收回 對 所以 就是五年五六年沒拍 就是這樣拍 其實 一開始蠻害怕的 受傷啊 動作不協調 但其實 我們的攝影 武術導演 曲米哥也 分鏡什麼都很好 然後郭哥也很 意料外也很好 什麼啦 什麼啦 不是 郭哥的動作肢體很 很流暢 而且身體很健壯 很好 是 來建立健身 台灣真子彈 對 我自己很喜歡 再見瓦泉這支電影 所以 我覺得 郭震宗是一個 會讓我很期待合作的一個演員 所以這也是一個 吸引力之一 這一次真的也是 純粹是 就是劇本 他本身很吸引我 因為我自己在看本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看得好緊張 然後 又一面哭又一面笑 就是很 那個情緒非常的複雜 然後就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 好劇本 錯過很可惜 所以就想說 可以 可以來試試看 這樣子 那不是特別挑 都是要 裝鬼啊 或是中邪 也沒有特別 特別 特別偏好這樣子的類型 就只是剛好而已 真的很巧耶 從面化妝師 心田皆一號 這 我拍這個機身 真的是第一次 我每次到片場都先領紅包 的一部戲 我每天拍戲 說口袋裡面都有一個紅包 就是讓我 那個說法是什麼 保佑 保佑我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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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